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强的席位已经产生 这一次中韩棋手再度平分就色 虽然在8强的席位上中韩各占据半壁江山 但16强中的无偿中韩对决 中国棋手却只有一胜四负的成绩 其中米玉庭 古利 邱骏和古灵毅 分别不敌韩国的朴廷环 金智希 李适时和袁胜珍 只有朴文瑶战胜了崔德汉 另外三名晋级的中国选手分别是孔杰 陈耀叶和姜维杰 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国棋手在世界大赛中 首次受挫于韩国队 八强赛将会于年底进行 4月2号 第25届永城杯中国围棋名人战 在中国棋院开赛 本届的名人战大幅提高了冠亚军奖金 其中冠军奖金提高到了15万元人民币 亚军提高到了8万元 名人战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国棋院主办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政府赞助 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 在首轮比赛中 女将李赫击败了维甲联赛的最佳主将范廷玉 爆出了最大的冷门 此外 米玉亭 周贺喜等当红小生 也都先后失手 显示出中国新生代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接下来还是要和亲密朋友们 报告一则喜讯 在4月6号 第二届黄龙市双灯杯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 将会在江苏省江艳市 迎来第二阶段的比赛 我们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也会在4月6号的下午16点 也就是4点 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届时啊 骑胜聂卫萍九段 与美女棋手陈盈出段 将连妹为我们强解比赛的精彩对局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樊育要处总绝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各位企众大家好 很高兴 今天我们又一起欣赏 诗乡下的樊育要处总绝 从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啊 已经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介绍了很多 很多回很多次的樊育要处总绝 但是总的来说呢 对于每一集来说啊 都叫做 对于樊育要处总绝叫管中溃报 实践一般 虽然每一次看见的这个班 这个点都非常美丽 非常漂亮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干脆咱们这样 我就利用咱们这个节目开始的一点时间来干脆 把诗乡下的樊育要处总绝 从头到尾都给大家读一遍 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报纸 究竟长得什么样 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读一遍 樊育要处总绝 亲诗相下 其手聚鞭鱼 以己工人缘在世 入府真正面 至孤克敌 艳于思 镇头大而寒农 至须宽宫为妙 肩路小移祖渡 避肩紧促方移 官慎长而路宽 虚防挖断 飞玉挺而投唱 且避连班 行方避去 跳脱地圣虎街 头软须搬 退虎任意长官 逼孤战地 拆三立笛一脚游须 祖渡生根 托二移其边已故 多路压班 长胜退 顶段虚防 征耕典立杜书间 立班御战 护官兼正闭关 任则非奸与托 两打同情不打 推敲 班虎兼长 隔二隔三 局定飞边行来紧 拆三拆四 分室官府补为良 向眼尖窜 计两行 非柔至近 马步正逼 长单胯 软斑硬冲 病二副宗 勘拆二 虚防官有 双单行线定敲单 乃令瞻重 鹰虎贬书 杨虎畅 小飞窄讯大飞宽 拆三立敌 虚高一 隔二公姑 胜落单 立二拆三 三拆四 两番收 宫须一紧 紧一宽 两番收府成有小 妻子延边 活也输 两处有情方可断 三方无印 莫存孤 精华已劫多勘气 劳役攸关少一图 滚打包收 居紧闭 反敲盘度 并易房 尽能制动劳书役 使本宫须柔克刚 台向生根点胜托 巨形互断 虎书飞 去敲有便 宜从井 赐隐无根 可待机 凡亦当真一招进 租斑末代 两番轻 劳役护役 叫一劳护役 盲虚夺 彼此君仙路必争 二往张边 亲共逼 两花针脚 一间弓 后先有便 鸡虫紧 左右无辜 事即空 决定非便 根玉族 事分入府路 接弓 休贪甲利 除他病 莫练呆其 受敌创 取纵舍亲 方得胜 东敲西击定成功 当评末会 诸斑诀 万法先机 一故终 这个就是 樊育要处 总绝的全部 每次我读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享受 确实是对我们的 这个祖宗 诗乡下 要表示隆重的尊敬 整个这个读起来 又像诗一般的 像诗一般的那种感觉 同时呢 把围棋盘上的好多 既是基本的 初级的这些道理 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 而且呢 还有一些非常高级的 非常精髓的 为其精神在里头 好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学今天 将要学到的这么一句 这个就叫 两处有情方可断 今天我们要学的就叫 两处有情方可断 那么它还是跟了一个注识 这个注识叫 断其两地未尽之处 方有千志 否则彼可专顾也 那么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显然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广大的旗友 可能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的 它叫什么呢 两处有情方可断 对方出现断点的时候 如果你拿起这个武器上去 咔嚓一下就把它切断 但是在一看呢 人家两边都是活的 这叫两处无情啊 两处都没有情况 你把人家断了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所以呢 诗像下教我们叫做 两处有情方可断 那么下边我还是结合一个奇力呢 要给大家说一下 请大家看棋盘 我们假设棋盘的右上角 有这么一个定型 这个定型简单给大家看一看啊 它小飞硬了 然后居然你脱先了 待会它又加工了 后来呢 因为某种原因 白旗又把右上角的旗 点三三做活了 这个旗行呢 我们广大的旗友 一看呢 都是会的 点完脚之后 做活的方式呢 当然要二路飞 飞完了挡住 然后再一冲 人家再挡住 最后呢 由于脚上没活 所以白旗要活 行了 现在这个旗行呢 就出现了一个断 叫两处有情方可断 我们现在抡起锄头 有机会的时候 咔嚓一下就给它挖断 就断上去了 这个断怎么样呢 我们定睛一看才发现 这边无情啊 这边黑旗的子力比较强 上边这两个子固然看上去有情 但是呢 当白旗一跳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 这个整个作战是白旗在以寡敌众 以寡敌众 这个显然是不好作战的 无论是人家跳 还是人家搬火军壳 这个作战都是白旗辛苦 换句话说 在这个形态当中 这个断 黑旗不要这么着急去补 而白旗呢 也不要这么着急去断 什么时候去断呢 等你等到这个两边有情的时候 比方说是这样 那么这个断点 你给它咔嚓一断 这个里边的战士 就对白旗来说非常好了 要简单说来 简单说来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那么下面 我还是要给大家摆一盘 这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盘旗 看看一个基本的旗形 要给大家摆的这盘旗呢 是对异的时间啊 是在上个世纪的1992年 1992年 那么在富士通碑世界围棋锦标赛上 当时这个林海峰先生和叶卫平九段 他们两位下了一盘旗 那么下了一盘旗呢 就出现了一个局部 涉及到我们这个两处有情方可断 这个主题 我们来看一看 白旗是叶卫平 黑旗是林海峰 那么林海峰先生的三连星 那会儿是下得非常的熟练 白旗一老是挂 黑旗四连星 接着呢 白旗在双飞燕进去 黑旗煎出来 这个定型呢 可能我们的旗友 大家也都曾经下过 然后挡住 白旗再爬回去 黑旗再飞压 接着呢 白旗挤 当时呢 他们两位的定型 是这样下的 就是接上 然后白旗搬接 黑旗的下一招呢 很重要 请大家注意 这招其实不要去接这个 这一招 接成两个刀把舞 这个不太好 那么下一招呢 是林海峰先生 他首创的 他也非常喜欢的一招 就是从外边跳 跳住 从局部来看呢 右边这一带 黑旗的实地 这个显然是比较空虚的 白旗有机会一家就过了 但是总的来说 黑旗这有势力 和这个四连星啊 整个配合起来 有一个规模效应 这个就是这个定式 他们两位也下成了这样 他的一个故事 那么实际上在这 要扣着我们今天的 两处友情方可段来说 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实际上在这个定型当中呢 吴庆元大师呢 他就说 他的建议当然就是 黑旗简简单单的 一叫吃 一接上一虎 然后你一搬 他就搬住 这样呢 黑旗就可以形成 这个大事的配合 那么当黑旗 实际上接上的时候 吴庆元先生说 他说这个旗行 白旗下一招 因为真子有力 应该搬出来 这个旗行 来给大家看看 你叫吃 他接上 好了 相当于 刚才黑旗没有接 单叫吃接上 黑旗在街上 就这个旗行 那么这会儿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招旗就叫 真子有力 两处友情方可段 现在白旗这一段 在对这边的黑旗有影响 对这边的黑旗也有影响 总的来说 这个战事发展下来啊 可能对黑旗的 这个大模样的发展 都会有影响 这个呢 就叫 两处友情方可段 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到这儿 下一次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三方无印 莫存孤 好了 感谢王源八段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要请上的是 赵首寻武段和陈莹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 第九届春蓝杯 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朴文瑶 与崔哲瀚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九届春蓝杯 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二轮 是由我们中国的朴文瑶九段 对阵韩国的崔哲瀚九段 最近朴文瑶他是状态很好 在前不久刚刚拿了一个西南王 西南王的冠军 西南王虽然不能说是规模很大的一个比赛 但是他这个规格是很高的 他参赛的棋手也都是中国顶尖的高手 所以说也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 对他的对手崔哲瀚 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对对对 崔哲瀚他在韩国等级分排名是蛮高的 我记得应该是排在第三位吧 但是他的今年的状态是并不好 前不久也是连续输给我们中国的小将 状态是并不是很理想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看这番状态很好的朴文瑶和状态不佳的 崔哲瀚又会上演一场什么样的对决 本局是崔哲瀚的黑棋 新小木 黑棋挂脚 白棋脱退 感觉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开局很稳健 虎一个然后再挂脚 好像这样的下法呢在现在就越来越多了 之前好像我们要挂脚的话都是先挂 挂一个先看看白棋到底是二间高家还是飞 然后再考虑我上面用什么的应对 他主要虎一个嘛 不像粘一个这么重 他的道理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先粘掉 因为以前我们看就是黑棋啊 他的理想啊都是像这样的 对觉得能摆成这样的一个阵势 已经是黑棋在对方的阵营里打入是最得意的一个 对对对对 这个是之前的黑棋的理想图吧 但是现在呢大家这个对这边的局部理解加深吧 随着这个研究更深入 然后现在呢大家更喜欢选择这样的下法 那是不满意那个沾了拆这个的下法吗 对是的 这个区别呢就是在于 如果这样的话 第一个将来他这个靠很讨厌 就是你这边的间隔呀比较宽 这样的话呢他这一靠黑棋在局部 比较难硬吗 比较讨厌 我看大家很多就长出来这么硬 长出来的话他在搬你 这个地方啊因为白棋他很轻 就是即使他都死光了他损失也不大 比如说你去断我 他只要搞出一种那个方式的弃子就可以了 所以说白棋是属于没有什么压力的 对在别人家打架 对对对 自己总是就是说砸的是对方家的盆罐 自己没相对损失没有那么大 黑棋在自然就比较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这靠一个是挺讨厌的一步 那黑棋大概就只有利 这样白棋就便宜了 白棋在比如说靠了虎 或者是跳出来都可以 这么靠了虎下来 或者是这个跳 这样白棋局部就便宜了 这是一种 再一个呢黑棋将来 就是说你自己走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点脚啊 这点脚起来的时候 这个间隔有点宽 这白棋挡下来 然后你扳 我就扳下来 然后这样粘就粘上 对这个间隔比较宽 这也是留了一个打入的好点 所以说现在呢 大家都希望把这个棋子 下到虎和拆 下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区别在于 就是这边的间距小了 但是这边大了 会不会会产生一些打入 比如说这种打入 或者是直接的这个打入 当然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吧 没有办法 这个 我感觉啊 黑棋还是这样 是有道理的 就是这个下法是比较好的 因为相对来说 黑棋在这边 毕竟花了很多手了 很多手呢 黑棋就是比较强 他比较强 那你这个打入呢 这种作战 毕竟是在人家家里 这个打仗 因为刚才这个靠不一样 刚才这个靠呢 是骚扰 这个性质是不同的 他这个靠 就是很轻 但你如果一旦 这种情况下 要打入的话呢 白棋就是也挺重的 所以说黑棋 他自己比较强的时候呢 他是讨厌别人骚扰他 他不怕别人 跟他正面作战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把这边加强了之后 将来企图去点你脚啊 或者说是 就让你防止你去这边 去便宜我 这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就刚才 回到那个话题 就是说他既然不是粘了 那粘的话呢 就担心这个时候 人家加进来 这样很重 黑棋这几个字 那既然他都不选择粘了 他选择的就是火 那么他也就不担心白棋去加了 这个 他就比较轻 这个棋型比较清零 所以说呢 他先虎了再挂 也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 白棋还是按原计划了 这个小飞 然后拆过来 那时候 朴棋瑶是 可以说我的一个小师弟吧 他跟我也是老乡 是你小师弟啊 那你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了 非常了解 从他很小 刚学棋的时候 就是 我就在一起 他这个棋风 前两天我见到他 跟他聊了一下 就是说他 从小到大 棋风都没有过什么改变 那大家对棋迷对他的这个印象啊 是这样说是 特别稳重 喜欢呢 后发制人 轻易不出击 但是一击毙命 对对对 有点这个意思 他棋其实跟李长浩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稳健 喜欢收官 是这样的 他从小的时候 就是这种棋风 像这个局面下呢 绝大多数棋手都会考虑 去挂脚 或者是挂这个 因为现在很明显 就是一般来说棋里上 就是有小木 总是要先挂小木的 就比如说小木和腥味 我们很少有人去先挂腥的 都是去先挂小木的 对 那所以说呢 大家看现在棋盘上 几剩下的只有一个小木 没有去定型啊 那大家一般来说 感觉都是挂它 但是这样挂的话 就是 有什么担心吗 有一定的担心 因为你挂完了之后啊 无论它是尖还是小飞 甚至有些棋手 他喜欢走这个 这个就 就更那个 比较极端了 我们先不说它 就算是尖或者小飞 这样的话 你在这边 再去分头的时候 对 再分头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为毕竟他这边 是有一颗棋子等着你的 它是加强了的一个棋型 他实战呢 没有选择这个挂 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挂了之后 你再分头 这个就有一定的顾虑 不管你是分在哪 再有一点就是 这条边价值并不大 现在 对 通常我们觉得 这个脱退 跳出来这个头啊 是铁头 就不愿意在上面 过多的行判 是的 是的 这个效率并不高 这条边 即使让给黑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我有这个铁头 去限制你 所以说 基于这两点考虑吧 实战呢 它是非常稳健 它走了一个分头 分头 既不挂小木脚 也不挂星位脚 这个应该是 最稳健的一手 因为这个棋啊 这个结构啊 是有一定的特点的 从控上来说 白棋呢 它当然是不错的 对 非常扎实 对 这是15目 10目 先拉25目 对对对 黑棋看上去这个什么 但是它有点虚 这个东西 它不是实控 还有一点 就白棋这控制了两个头 发展方向来说 也是白棋不错的 但黑棋的有一点优势 就是它控制了 中辅的一个面 就是一旦这边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挂这个 正常的 比如说还是在这边走 不管是小费叉 那这样被黑棋连片 对 这样可以 它就有一个 两边就呼应了 对 有一个呼应 这是黑棋的 就是这边结构的一个特点吧 黑棋的一个优点 所以说呢 这个棋 白棋 就像我们刚才讲 它不愿意在上面行棋 它一定要是把棋子 转向这个黑棋的阵势 就是右边的 所以说它实战就干脆直接分头 如果不让黑棋成为这一种合力的话呢 它这些打入点很有可能就显露出来了 自己一会儿可能还得花手术去弥补 是 实战黑棋 那你不挂的话 我自然就要手脚了 对 其实这个手脚还是一个很大的大场 还是很诱人的 它实地来说就很大 这个时候有两种风格 后面这盘棋呢 我也是跟文瑶有过一些交流吧 我问过他 就这个时候 他实战是选择了这拆二 这拆二当然是 又是稳健的 就是稳健之极可以说是 非常老实的一手 那这时候呢 还有一种选择 就挂这个 先挂这边 然后再把拆到那边去 对对对 这个求一个步调 这个从棋杆上来说 应该是很正常的 很不错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都知道 棋从宽处形嘛 布局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叫棋从宽处形 那现在这个局面显然 最宽阔的地方就是在下边了 剩下这个角手到了 这个也是硬头 上面肯定没价值 对 最宽的其实是这两条边 对对对 那这边我已经有了分头了 那肯定没有定型的就是棋盘的 这个下边 那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 有心情从这边挂一个 然后再拆过去 对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 他是觉得这个实地 也容易被黑棋拿 这样的话黑棋先手跳完了之后 再去飞或者是拖 或者是点脚 他觉得这个棋呢 就是跟他棋风有关系吧 他不愿意一上来 就被崔尘瀚拿很多的实地 跟对手有关系 对 他喜欢 因为崔尘瀚大家都知道 他叫崔独啊 他棋非常的狠 非常的凶狠 所以说呢 他喜欢把局面 面对崔独的时候 把局面下得平和一些 不要让他走成这种很极端的棋 他这样的话 实地被人家拿很多 他觉得不舒服 就容易把他逼上绝路 所以说文杨他实在放弃了这种想法 选择的后视从这边拆 尽量呢 把自己的这个棋形啊 下得后视一点 让对方的这条毒蛇啊 抓不着自己的弱点 是是是 飞一个 然后 再跳 跳下来 这个也是非常 稳健啊 稳健 他把自己有毛病的地方全补住 现在呢就是 他这个拆尔也是非常的稳 因为你如果走这个 他就大飞进脚 对 我就大飞进脚 你如果实战这样 走这个 先一个 他就拆尔 那我就拆尔 我这个双拆尔是 毫无这个后顾之忧啊 非常厚实 非常厚实 基本上一个拆尔就是活起 两个拆尔 其实就是比较厚了 对 是这样的 可以其实在逼住 逼住 对 现在应该这个是全盘最后一个大长 可以算是 最宽的地方 对 因为上面这个虽然也挺宽 如果按这个路数来讲 是挺宽的 但是由于这个始终啊 是个铁头 大家不愿意在上面擒 是是是 这个价值不大 像白棋 其实这招跳还有一个用意啊 就是他属于是有点积蓄力量的这种感觉 后肌勃发 对 他先站稳脚跟之后呢 同时他也是一步一步的 把黑棋这边的那个 呃 形状下薄 对对对 形状下薄 把他这个作眼的空间挤压 呃 这样的话 他实战就可以有机会 来下出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棋型的弱点啊 嗯 啊 他可以冲击一下了 实战就是打入 这个也下稳了 他现在就 对 可以撑出手来打入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其实都是连贯的 白棋的思路都是连贯的 这边我先破坏你的证实 把你这个打伞 然后呢 我在脚上站稳脚跟 同时挤压你的眼位 这个呃 悄悄的把你下薄 之后我再来去追究你的问题 打入 这还是很连贯的 对 不过呢 我觉得这盘棋啊 第一个战斗呢 是嫖文窑条起的 对 而且如果是只是看 现在这个格局 真的没看出来谁像毒蛇 是的 是的是的 这个打入真的非常狠 这个本身 局部来说 很窄的一个空间 他在这打入 呃 感觉上 就是职业棋手 就是第一感觉都不会在这去考虑 我想可能有些棋友们 会比较讨厌这种打入 对 其实 嗯 我还感觉上 就是说下让子棋也好 或者说是呃 跟高手下棋也好 这三间 这个高差的时候 被打入很头疼 对 其实大家的心里是这样的 又害怕 又生气 又生气 嗯 又拿不住他 同时呢 他一打入进来 你觉得两块被他给分断了 那其实 其实高手他也有这种顾虑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因为看见这个打入之后呢 那大家想 怎么才能把它吃掉 肯定都是想吃 那莫非从这边尖 从这边尖 还是震住 那边尖一个 能拿住他吗 这个 他说的就这样出来 啊 冲 我就挡住 搬住他 就这样 这个形状 他也能下得出手 堂堂九段高手 就下这个弯三角 这个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学期里边 老师告诉我 不能 就不能出现在棋盘上 最好都不能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这你就是高手了 但是这高手已经下到棋盘上了 对对对 这个 那我再飞 你怕吗 说实话 我是觉得有点怕的 但是他 呃 文腰他肯定有个研究 哦 再点出来 他这个局部肯定不是乱下的 他肯定是呃自己平时有过研究的 对这个真是一高人胆大 这怎么什么都不怕 冲 我就挡住 看看这个直线的攻击能不能奏效 这个时候呢 他可以先去这边煎你一个 因为你如果直接冲还不行 这就 对我这一口气 我估计就没气了 可以上面先贴一下 这没气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把你先拱的这个外面全都是断点 之后呢 他来延延气 然后这个肯定不能阻度啊 因为这个时候退被他搬过 那我这个外面真是非常破 对 他可以再来这种地方延延气 那我再挡住 这样他就退回来 这个得粘住 把这个跑出来 这个可能黑棋有后手死的嫌疑啊 如果真像这样的话 这边气已经太短了 对 你这个外面得补断点啊 这个我里面 轮白下肯定是黑的死了 毫无疑问啊 那个 我甚至都有拖鲜的可能性 这气好长 所以这个棋 呃 黑棋肯定不行 我打入板你都吃光了 那确实肯定不行 那他在他走出 弯三角这个形状之后 是不是黑棋本身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能拿住它 你先舒服了 但是这个棋 你也就够呛了 哦 对 通常我觉得 舒服了没有 逼对方啊 下出来这样的形状的话 心情自然是很好 心情很愉快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 他 所以说他不能选这个 嗯 那我如果当头一震呢 看着 当头一震的话 他也就是找个地方肩吧 比如说就肩这个 嗯 都可以 既然这两边都可以 这个也属于是有点 心情很愉快啊 对 这过瘾 这把人家头震歪了 但是接下来 你就面临 你得处理这个烂摊子了 嗯 这该怎么收拾呢 因为我钻出来之后 你这两边都很薄啊 所以说 那如果直线攻击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 实战的曲线 对 你就只有 没办法 只有放他出头 因为这个棋 刚好是封不住白棋的 他这个 有勇气打入 他肯定是不会死的 这点我们应该对 事业冠军还是应该 相信的 对对对 还是要相信他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考虑这个 哎 有的时候大家会考虑这个 那我算了 是不是 我就忍让一下 我吓脱 如果这个的话 这个走什么呢 这个 还继续往下搬吗 当然啊 这个一定会搬 但他搬这个 这要连贯 就是我既然要惩罚你 就惩罚到底 就不是说你这个 你说我忍了 我怂了 怂怂不行 没用 打吃 所以这个 打入我太狠了 下一手黑棋又没办法了 怎么办呢 很不给催毒面子 实际上这部棋是 那 你号称那个什么力量大 这个怎么着的 我不管 对我不怕 我不怕 那有了你这个拖呀 我刚才不好意思 摆出来的一手啊 我现在就好意思 摆给大家看看了 除了这一拖 我是不是 这个我应该可以吧 这个可以 这个我 如果大家可以 忍受这个的话 这个是可以过的 这是可以过的 这个是 其实也没什么好笑 这个是 某些场合下 就是应该这么下 是吗 如果外面摆起很厚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棋形 我从来不敢下这个 怕被骂是吧 对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棋 如果什么 这打吃 如果你再不敢尝的话 这被孽老看见 这个棋我觉得就没法下 其实就算现在尝 这个就能尝 那我沾两下 这两个子也没什么用 这个 对 其实局部黑棋还是很亏的 但是 算是度过一截吧 躲过一截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其实就等于 你在这刺双关 白棋这一串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你这刺双关 还在里面冲了一个 就很臭很臭 但是 某些场合下 你就必须要联络的情况 还算是解 这个 解一时之急 也行是吗 对 这个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 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 布局阶段 双方还 白棋 别说厚了 这个外面子力 双方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肯定是不能考虑的 对 所以我就说 我看你这个拖 我就敢 敢摆上面这个靠 本来这个靠是 我觉得基本上 不能从脑海里出现的 对 对 大多数场合 在家还是不要考虑了 有些特殊情况吧 或者说你赢很多了 那就算了 不过我真的看过 很多爱好者喜欢 把自己连上 那如果第一想的是拖 如果不能直接拖过的话 那上面就先卖肉 再拖过 对 也是 算是教大家一个 算是手筋吗 这个应该不算 这个 如果不是说下 下出来这首棋 您就赢了的话呢 您最好别下 对 不推荐 不推荐 对 他实际上走这个 这条棋 局后看 看上去很潇洒 局后看是不好 非常的不好 哦 这首棋不是好棋啊 可能也说是第一招 问题手 黑棋的第一步问题手 这首棋呢 其实从客观来讲 白棋的打入好不好 是很值得推敲的 呃 这个棋 他的意思 黑棋坚冲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他想惩罚你这个子 但是呢 就是我们看 直接去走 又不成立 所以说他有一种 迂回的战术 就是声东击西吧 可以说是 在这边希望你 多陪着他下 你下多了之后 这个子可能就死了 对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人家双方同为高手啊 人家肯定能识破你的意图 所以说实际上 他弄巧成拙 他等于在这个地方 反而多花一手气 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他应该下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应该 朴素的就跑出来 就这么跑出来 对 他总是想啊 追求一点效率 既然我直接的 不能拿住白棋 那我总想是在这边 占点便宜 对 那我也弥补 这边的损失了 其实呢 就是这个时候 白棋只有跳 就这个时候呢 黑棋的要点就是 跟着跳吗 对 只此一手 就是一定要跳到这个点 哦 那白棋也跳 这样时候 他才可以去转 转过来走这个 这个棋是 可以说是比较普通吧 我觉得白棋 也没有什么好的 像这样 白棋这跑出来 是不是一定便宜啊 其实是很值得推敲的 对 如果是公骨着 黑棋上面的这一块 和下边这块的话 那其实就破了拾木棋而已 真的是没有多少空 而且 自己这块棋很重 这个跑出来很重 没有眼 不见得便宜 他实战呢 这个下法 我们看 就一会儿就可以 看出这个区别啊 冲 然后跳一个 他就跟着挖 打吃 他沾上 然后现在再沾上 其实好像我们 就大眼一看啊 就觉得黑棋这边 其实确实是多了几个子 对 然后白棋还 对啊 白棋还陪着走了三个 是是是 但是白棋撬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就发现 这边好像有点毛病啊 这边不对了 这边必须要补了 这个 这也能撑一下吗 非常想撑 这个是非常想下的 这部棋非常想下 但是 比如说这个时候 他来这儿先骚扰你一下 他先脱退 那我大概挡住吧 这个立下来还是 这形状怎么补啊 反正你怎么补 效率都不高 立下来吗 对 这个地方呢 首先白棋 它就最 最直接的 就直接给你冲断 就是黑棋 搬住 直接就这么断了 黑棋就不好搬 你打这个 我就直接吃过来 这太大了 这全死了 效率太高了 这个顶段也不靠谱 它这个一挖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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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气不够 危险 所以说 这个棋 这个是最直接的 它要是追求一下 可以靠这个 靠这个 嗯 搬这个能行吗 搬这个的话 它长吧 然后粘上 对 这样就比刚才可能要复杂的 我觉得还是冲那个比较好 对 就直接一点比较好 这样的话 它这个冲断 这样可能还有杀气 看起来气要长一点 那白棋可能就狗在这 然后我打了一贴 然后走在下面 对 这个棋 白棋 还有一定的风险吧 感觉上也是黑棋气不够 你下面不能飞 然后只能跳 对 只能跳的话 它就坚住 这黑棋气还是比白棋紧的 对 我上面还得贴这么一下 这样还是黑棋危险 可能还是危险 对 还是黑棋危险 就几种变化吧 黑棋都比较危险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下撑不住 对 它这时候不能撑了 不能撑的话呢 那就只有来着补 来着补 这被白棋管阵 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关键 就等于黑棋 直接飞 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这边又花了一手棋 很奇怪的 花了一手棋 效率是不太对 这个是不应该这么下 对 在不急的地方 走了一手 对 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呢 又花了一手棋 在非常着急的地方 反而脱先了 脱离主战场 这个时候黑棋 非常的苦啊 这被一拐阵过来 现在这两个子 就已经不是当初的 这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已经马上的变成了 白棋这六打二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棋 我们看现在 这都成好棋了 白棋之前的这些跳 都变得很有预谋啊 看上去 这个深蒙远绿 深蒙远绿 对 这都变成好棋了 那黑棋肯定是有问题的 黑棋这时候呢 只能去这儿考 这也是难受的很 这个是帮别人家下棋啊 你在里面下 人家在外面下 很难受 那除此之外 黑棋还有没有 不帮忙的下法 比如说这种 跳一个看行吗 跳一个可以 跳一个其实 我要说 他是觉得黑棋 可能会跳这个 他以为黑棋会跳一个 但是战远没这么选 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 这条棋有点缓吧 跳到这儿 那看来还有的时候 我的招法还跟朴明洋 能想到一块去 陈云老师 棋感也是蛮好的 因为我确实也觉得 这首棋啊 有点帮人家走棋 很不舒服 像这个跳呢 就是说 文瑶他比较担心 跳这个 但是崔独他可能也觉得 那个很不舒服 他就觉得 太松了 太慢 太松 他想下得紧一点 所以说这个也不好说 这个棋行 就是双方各有担心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 这个 把自己的气走得太紧了 对对对 白棋就什么也不帮忙地沾上 他也不去这些顶啊 点啊 他也先不走 他就先沾上 让你黑棋自己摆形状 他反而我觉得 还是没有好形摆 没形 他这棋啊 白棋还有更好 就这时候 后来他白棋 这个文瑶反省 他说他应该退这个 退这个 那就是 退这个 黑棋更难受 不理他 你不能去这贴 你这个贴肯定不行 对 这被二字头 气太紧了 这边 刚才那个陈寅老师刚说过 这个打架 现在是六打二 不是你刚才黑棋的 这个多少 就五打一的棋型了 我现在就通过一串 就交换之后 战场已经变了 所以说这个黑棋 太过分了 你贴着我下 肯定太过分了 你要是不贴 好像自己是不是 走在这儿也不合适吧 走在这儿不合适 人家没搬拧头 你就直接这样 这个我肯定不拐了 我就飞过来了 你要退的话呢 这样我再拐头 这个其实间断 也是不成立的 也可以自身器太紧了 这个子呢 让它放在这儿 比放在这儿 就是黑系还要差 你放在这儿 它毕竟出头快 出头还快点 你放在这儿 就完全被闷进去了 所以这靠 如果白棋退的话 实在想不出 黑棋是应该怎么弄 对 不让黑棋借上劲 黑棋反而更难办 它可能 就只好去想这种下法 这是没办法的 只好去想这种 那如果是 黑棋被迫 想这种下法的话 那太苦了 太辛苦了 这白棋肯定成功 白棋就不用理它 把它搬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个棋 如果这样转换的话 比如说 对啊 它如果再 比如说补一个 怎么补 我再一打入 这样我再打入 这样可以看出来 黑棋这一串棋子 忙了半天 这串棋子 真的是一点效率都没有 这白棋一走就出头了 你要围的话 由于我这边柴尔 你就不可能围得很大 那白棋的这个 这串棋子呢 显然比黑棋效率要高得多 所以说总体来说 这边的交换 白棋肯定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黑棋万步得已 它都不能去拖过 它也 对 拖过也很不好 但是你要是走的话 对我们刚才说的 它不好走 棋型比刚才还要差吧 我觉得有道理 这个棋确实应该退 对 退一个 它实际上这个 实际上这个下法 就是不是最好 但是也是蛮好 这个黑棋也不好 已经让黑棋非常难受了 对 黑棋现在是 可以说硬着头皮飞了一个 嗯 这个飞 本来它是顾卖破绽 实战双方 吓得都不是很 对 这个时候白棋 这个直接冲断 实战效果是蛮好的 但是它 是因为黑棋没下出最好的变化 就这个棋它可能 不应该着急去冲断 先走别的 它该只有 先走别的 那就是只能是先在上面走 对对对 先出个头之类的 或者是这种 就中间走一走 嗯 这个冲断呢 实战 黑棋有什么好办法呀 黑棋这个时候 它没下出最好的下法 它这时候呢 可以 呃 靠这个或者尖这个 这两种下法都可以 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先摆一个尖吧 这个比较简单 先看看这个尖 因为我尝这个 如果当成先手的话 那我就尝这个 哎 对 这个是最简单的 嗯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区别了 那我尝 沉上 把这个吃掉 我们一会儿看实战 实战它这个棋子呢 是并在这儿的 哦 就是 文白棋选 它是并在这儿的 这个的区别啊 对 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这个区别 我一顶住 这个以后呢 脚上白棋 嗯 呃 不仅目数受损 因为 这贴在这 贴在我这后 这个上面啊 被我一会儿就搬两下 这边我可以挖了 无条件把你打回去 这不仅目数受损 而且黑棋这边也厚很多 由于黑棋这个挤 是绝对先手了 嗯 对 我肯定要补 那这样的话 这将来白棋 就这边过来的时候 这种点啊 什么都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个 不能小看这一点的区别 还是 呃 对于这种 都是 双方都是世界冠军嘛 顶尖高手来说 还是差距蛮大的 哦 那我觉得这两个点的 这个差别啊 大家需要 好好的体会一下 对我第一感呢 就是 哎 不就是这俩的差别吗 这俩的差别 小意思 没问题 没关系 那我今天的时候呢 你如果要是 不走这个 如果搬这个 这个就中计了 这边我一段 这其实就崩了 对啊 这边要挖打出来 这一口气 也要被吃掉了 你打这个没用 你打这个的话 我就这一打吃 嗯 就直接蒸死了 齐筋 齐筋死了 对 所以说这个齐筋 一个是 就是明显要比它实战的 要好 这是白便宜的 嗯 靠这个 这也是一个意思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白棋如果退 嗯 白棋也可以退这个啊 这个是白棋最强 这是黑棋再挤进来 再挤进来 那我这个必须要粘上啊 对 这样的话 黑棋打这个棋子 就被吃掉了 对啊 这一长一小尖是吧 这就跑不出来了 对对对就跑不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实际上是一个 有点问题 这下法 冲断不太成立 不能马上走 对 但是它实在黑棋 没有 没有看到 这个变化 哎 感觉催生的状态 确实不好 嗯 像它这种 比较细腻的地方 韩国棋手是蛮强的 嗯 是他们的强项 可是这盘棋啊 没有体现出来 它的这个 毒蛇的敏锐 对对对 像这样是明显 白棋便宜了 你要再顶住 嗯 实际上白棋进出 由于现在 太薄了 所以它就都敢 肩冲到这儿来了 对 肩冲黑棋爬 它在跳这个 跳这个 这个大 跳这个 嗯 就是 也是判断的不同吧 我觉得这个跳呢 从感觉上来说 总是不太大的 因为这个地方 下边大家都没东西 没空 然后我已经吃了两个 我也不会是很薄 这黑棋呢 这边都连上了 这根也弹不上薄 所以说感觉上不大 但是就是从它事后的结果看 还是这个还是有一手机价值 蛮厚实的 对很厚实 嗯 符合它的气风 嗯 它就把自己就完全都下火了 这个是它最安心的 就是让对方的这个力量使不出来 对 黑棋还围 小黑棋围一个 这个围得很大 这个时候啊 其实 就从感觉上来说 呃 当然白棋这个要下棋了 如果你再不下的话 人家再震过来 太大了 对啊 或者点了盖管 点了压管 对 这都可以 但是这感觉上总是要下在这种地方 对 就是不会让你这么舒服的围上空 你如果围的话 你这样扳我就算了 对 这样的话就准备到四路 嗯 这个是可以签字的 它实际上是走在这儿了 这个就是一般棋手来说 不肯 不可能会想这个下方 我都不肯 我在想 我下白棋 我都不肯这么想 真的是 很独特的判断 我觉得也是 它完全体现它翔弯尔的棋风 翔弯尔是 判断非常的准 呃 它对形式的这个 大局的掌握 掌控能力啊 和对这个木树的判断啊 都是非常的精准啊 嗯 这也是它的绝对的强项 呃 它就是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 一定会挑最稳健的下法 如果要看到一种迎期的方法 嗯 它一定会选择 这种最稳健的下法去 去迎期 它不会选择跟你拼 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对对对 它走这个 它就是讨厌人家震出来 啊 会比较复杂 但是它跳一个 就让人家这么安心的围住 它的时空够吗 嗯 对 这就是它的判断 它觉得可以 它觉得当时形式不错 嗯 所以说也也就是 呃 它就选择了最简单的下法 这震呢 当然不会死 这个其实它 当然不是怕死啊 它觉得就是这样震出来之后 呃 这块棋和这个 两个棋子都变薄了 而且它自己的潜力就没有了 然后局面会比较的复杂 不好掌握 比较复杂 对 所以说它经过判断之后 觉得这个棋 跳一个够了 呃 现在呢 这个黑棋围上 它放黑棋围上 它觉得形式也是蛮好的 嗯 它就选了这个 那我想其实黑棋 应该也是最满意的一个图了 黑棋肯定是很开心了 就是这样围上一块空 就是 应该是很满意的 然后白棋再出来 出来 黑棋挡住 现在它在挡 挡一个其实不便宜 它挡一个 把自己的眼位给卖光了 这地方其实真的没目 这我以后有刺 对吧 你如果不挡这个 我将来有刺这个 这种选择 那这个地方呢 也都漏着风 我脱退一下 这都没什么空 对 这个双方 其实我 我就从它下的第一手 我就觉得 大猫 然后 真的不大 对 接下来 然后就觉得 好像这块 确实双方 不怎么想下棋的地儿吧 它这个就是 被这招骗了 实际上 黑棋这个 虽独有点重计了 它是从这个棋的惯性上来说 一般棋手 都是会这种感觉 既然你跳了 你这个棋子 你就不肯轻易死 所以我挡下来 你大概只有走 这样我脱过 对 就它当然满意了 脱过了 又带木 还做活 又活了 这个效率太高了 但实际上它是被骗了 这个瓶腰跳了一下之后 它转手不走了 再接这个 对 这个 这个子 刚才我是想 跳下来想吃你 其实也吃不着 其实也吃不着 就如对赵老师讲的 这次一个 这个子 可能本身就在我嘴里 那你愿意 多花一首 你就花呗 对 这样被白棋搬过 这搬过 真的是四小时大 这个之后 白棋 是完全安心了 不仅如此 黑棋的眼味 现在是大大的成问题 对 黑棋是 大块无眼 很重 这块棋很重 但是也是基于 之前的这个判断吧 双方这一点上 还是比较一致的 对 他都觉得这个大 对对对 被骗了 崔卓翰是不是应该是 比 朴文杨的年纪大吧 年纪大一点 大一点 都是 但都是80后 都属于80后的棋手 朴文杨是88年的 崔卓翰应该是 85年左右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比较一致 都是觉得这个黑棋还是不好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实在是拼命抢 抢控 去逼住 对如果再走单关的话 这个木树肯定就 堪忧了 这个逼住 按说从棋里上来说 是挺过分的 你这个先跟我交换了一个 再去跑 鼓棋 方向上有点腻 对有点腻 感觉上是 两边都要抢啊 但是这个步调很乱 对两边就会打架了 你看他现在 逼一个 然后最后就从这边跳出来 不过他主要是形势所迫 这个棋确实 拔棋是少好一点的局势 然后刺一个 贴 长出来 然后再压 始终这块棋 黑棋给我感觉 他在这先手 对都被牵制啊 然后再顶 这个棋 朴棉瑶当时呢 他是判断非常乐观了 但是我后来他 我也问了他一下 就是说这个棋 因为怎么下到后面 觉得他一直主动啊 就是这棋还是 就是赢得很很惊险 后面结果是赢得很惊险 为什么会这样 他是有一个形式判断上 有一点误差的 就是他一直把这个尖 算成他自己的了 这个木树他先装兜了 他觉得点木的时候 一直这么点的 通常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黑棋尖 白棋这个尖具 只有一个拆二 对对对 白棋尖的话 这个可以跳进来 通常就是一种感觉 但实际上呢 这个跳进来 人家一冲 他不能往里肩 不能肩是吧 对你就度过 度过他一家 七招棋从木树来说 如果你将来不能打结的话 就如果你将来不能 加进来打结的话 从木树来说 只有你收五木 所以他这个绝对是后手 肯定见不着 哦 是这样 对 那这个反过来说 如果他这只有 你收五木的话 那肯定是黑棋尖绕的 可能性大呀 那如果你这个 点成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 白岔双心六木 白岔六木棋 这个双方都是 这种等级的高手 你白岔六木 怎么可能吃得下 对我们一共 才贴七木半 如果是 快岔一贴木了 对这个是我们 中国举办的比赛 贴七木半 对如果是日韩诀问比赛 才六木半 这就一个小一个天目 对 所以说 这个棋真的是 差不起 差不起 就是双方我估计 在这个地方 都有点的形式破烂 都有点的失误 对 因为黑棋没有那么差 现在的形式 靠一个 靠一个飞 跳出来 跳出来 始终啊 这块棋啊 黑棋 这个下完之后 自己的眼位 对 都有点不足 对黑棋很拼 黑棋下的很拼 白棋呢攻的比较稳 其实白棋 他如果要是从攻击来说 这下靠是亏的 就是如果下定决心准备猛攻他的话 这靠一下亏了 你靠把人家靠后了 这应该保留 但是白棋是不是还是想着 白棋一直想疏忽 对 就想欺负他一下 如果你忍了呢 我可能对你的攻击 也可以考虑松一松 这般是他非常后悔的一步 他说应该走在中间 比如说走这个 那这场棋 我觉得很难下出手啊 对 而且也很难理解得了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呢 这有冲断是吗 黑棋一冲断 白棋味道很不好 对 然后呢还有半只眼 这个地方黑棋有半只眼 承断完了之后 这一靠 这边是有眼的 如果我把这个捕厚了 这个黑棋这边是 灭了它半只眼 而且把上面的一个气 味道都补好了 这套棋应该是 就是千年功力的一手 一般人下不出手 真的下不出手 对 我肯定是 直到你摆上这套棋 我还在想 真的是走这吗 是真的是走这 但这样呢 他就觉得这边轮黑下 黑棋连不上 第一点 他是有这样 的判断 轮黑下 黑棋连不上 这边黑棋一手 也连不上 所以他把你这眼味灭了 把自己的味道 下好了 黑棋就非常危险了 可能会付出 很大的代价 但我觉得他其实 也可以考虑 走在这种地方 就这种地方 这样冲我可以退 也是一种方法吧 就是总之 把这个味道补好 他搬这个是 就是说 看上去攻得很猛 但这个地方白棋 其实是 比较失败的 我可以进行来冲短 先把这半只眼 先看出来 但是他这一贴之后 这半只眼还在吗 还在 我觉得还可以顶 就是这个白棋 他已经多了一个子了 这个打吃将来 也是绝对先手 这边再加上半只眼 其实白棋 这个分段 真的是没什么意义 从不出来说 完全没目 涨了几目吧 也 这中间反正少数的几目 非常没无其为 我觉得他冲的时候 你还难受 对 打到的话 被人家挖一下 所以说这个棋 它实在飞的时候 再去靠断 白棋靠断 这个已经慢了一拍了 真的是 不如刚才的结果好 这样黑棋非常安心 他有半只眼 现在可能啊 白棋就是觉得 刚才得的便宜还不够多 必须再靠断 让黑棋再损一点 我可能这个 才能拿回一些便宜 黑棋这个地方 也有半只眼 就他做活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是 没法吃的 对 吃肯定不能吃 就看看能不能 吓唬吓唬他了 打吃一个 然后再小尖 小尖 这个时候 看似非常的凶猛 非常狠 对 这挡都已经不挡了 直接点到这儿来 他说挡的话 这时候他突然觉得 形势不乐观了 因为这个串白棋 真的什么都没攻着 就是他比较矛盾 又想攻击 又想收控 靠一个想收控 然后这边他又攻击 这边他又分段 就是走的都没价值 这就是非常矛盾 所以说呢 现在他就觉得 突然不是很乐观 这样黑棋一家 尼街 很容易就活了 这边半只眼 这边半只眼 这边还 活了很大 对 本身是一只眼 肯定不值 对 他活了很大 这种都不用去损了 他这个木树都不用去损 将来还有点 这棋 白棋 就是突然意识到 自己形势不太乐观了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拼了 点到这儿 对 那我觉得黑棋 是不是就沾上了 如果沾上的话 他可能 有可能就考虑杀棋了 哦 就是说 如果黑棋赶下这儿的话 白棋就一定要杀他了 不杀他的话 这个木树是肯定是拼不过 因为你这个地方挡 我就立 这个下来就迷眼 如果我看 如果能扳的话 还可以扳 就是就算立吧 这黑棋也迷眼 就是说 他把你这个眼灭了 黑棋现在真的是有危险了 估计啊 现在啊 崔哲瀚也觉得 我挺优势的 我合并呢 对对对 他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我就连回去就得了 对 但这样可以说妥协了吧 双方妥协了 居然下成了一个 对很奇特 对和平解决了 然后把这个断了 对 你这个时候冲不行 你这个时候冲的话 他这个 这个靠起也是活的 有一只眼 断了 居然走成了一个收官图 对 然后挡上 这个也是 其实比较意外啊 这个文瑶他说 他当初绝对不是这么构思的 这个并不是说 白棋是想好的 设计好的方案 恰恰想反 他是走到这了 没办法了 之后选了一个这个 杀也杀不掉 然后不杀嘛 就只有选收控 对那这样其实也还行 等于说这省了一手棋呢 省了一手棋 然后黑棋小尖 小尖 让他扳了一下 对扳了一下小尖 这个棋 白棋打拔 现在应该说是 客观来讲是黑棋 稍好的一个局面 就是白棋这个进攻啊 还是失败了 那接下来黑棋实战是有几个地方收错了 最后导致这盘棋的那个悲剧啊 也是呃 这个跳应该没问题吧 挺不应该的 对这跳没问题 跳就是先手 然后再拐 这个是 他的先手棋子 对必然的 接下来呢 他第一步这个不好 啊这个不好 这个他应该挖 挖了再虎下来 对挖了打结 这个结黑棋是无忧结 这结白棋打赢了 打赤了先手 他只能被打回去 基本上是被打回去的 打回去的话 他再来这儿弯 这个棋差了 这个是先手吗 嗯这个本身就已经差了一目多了 然后再加上这弯了 将来半针还先手 对我这个弯是不是都不敢脱线呀 嗯对这样的时候是不敢脱线 这个就算点 这点太大了 嗯 所以说这个棋是 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棋是稳胜的 就是黑棋的第一步恶手 他直接捡 他这时候可能觉得形势还是赢了 这时候他去捡这个 嗯 然后接下来 他现在这个弯肯定是后手了 这个弯也是不好 这个弯 呃 他以为是先手 棺子 因为这 这个这条棋有七亩 你说七亩 觉得这个飞也挺大的 也挺大的 但这个时候呢 有更大的 就是他应该去上面 点 或者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虎了 把这些尖掉 好 这个先手走掉 这黑棋也是 不容易输出去的 对这样也可以安全运转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 他走这个 这个时候太机敏了 这个时候我也要体现出他的功力 对他拖鲜了 拖鲜了 这个太大了 这招棋太大了 这个时候呢 黑棋 呃 飞 这他当然你不走 我就要把我的这个权力捞到 啊对 他这个是小飞 啊小飞小飞 小飞黑棋 白棋顶 黑棋唱 搬一个 嗯 打赤 这个黑棋全力 其实这个棋啊 当时在文瑶 他这个顶的时候 他说 当时他已经 快进入读秒了 嗯 他当时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能不能不顶这个 我先飞这个 哦 先飞这个 先飞这个 因为这个角比这个角大 但是他仔细算了一下 就这个地方 他两手棋 他杀不了黑棋 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两手棋吃不掉黑棋 所以他不耐强 他只有跟着硬 跟着硬的时候 黑棋这个粘掉 哦 粘掉 嗯 然后现在飞这个 对 这个棋 飞这个就成为了 最后的这个 白招 给了白棋 啊这样 这个飞是最后白招吗 我觉得最后白招 是不是 还得再过一手 他是 然后又 嗯 翻了 翻了这个 这个太大了 翻了爬 因为这个棋啊 其实还是很细的 我觉得这首棋是败招吧 这首棋是 可以说是 如果不走这个吧 双方还能收一收关 就是还和平的 能再多下几步 但是也是白棋赢得起 这也是白棋要享受 已经白棋赢了 就这你只有补 局部只有补在这 对 补在这 这样我挡这个 这个其实当时是 崔泽瀚已经读懂局面了 就是他已经觉得 这个棋是不够了 就是说他来爬这个 哦 原来这个不是误算啊 这是拼了 这是拼了 这个他最 最大的失误就是说 这个棋不能被白棋这样收 就黑棋无论你是先走也好 他肩的时候 你就跟着挡也好 都是黑棋小胜一点的局面 但你这个就坏了 这样的就不够了 他实际上只有爬 对 何况这个地方啊 好好的一块棋 大家意想不到吧 还出了一个打结 这是一个打结 这挺妙的 就是说这个棋 你如果单点 一般感觉都是点这个 点这个如果顶的话 我就一般的打持 这就是简明的打结 但这个棋 黑棋可以立 这样黑的就活了 这个挺妙的 对 扩大眼味 如果在顶 他可以团在这儿 这样他挡先手 我们简单的 把两手 他团在这儿 这样他挡先手 这边一般就做活了 这边一虎也做活了 对 所以说这不行 但他加一个妙手 加必须你接 只能粘上 然后再长 对 让他现在虎一个 然后吃 现在呢 其实大家已经 很快的就看到 这个 其实黑棋都没必要 他就走回来就赢了 他实战是 他提的 然后他立下来 对 就因为这本身目数也太大 一爬 发现这个局部 已经不活了 必须要靠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打结 这实战呢 白棋选择打结 其实白棋就连回来 是最简明的 这个也 这个比这个大多了 这个连回来 比这个本身 比这个棺子大多了 那你刚才说 补一个都输了 那这样就输多了 嗯 所以他打结 其实也没必要 但是他 这个两种方法吧 都可以 他现在呢 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 这个打结 这个就肯定就更不行了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白棋 这个一点 这个结才太多了 对 这个是一个结窝呀 结库 那好好的一块棋 变成打结 那这个结果 也不用我们大家说了 大家也都肯定知道 朴永瑶 中盘获胜 嗯 对 这排棋 应该说是 一波三折吧 也是比较 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 这次崔泽瀚在后半盘的时候 也可以看出 他确实状态并不是很好 如果是在他 顶盛时期 或者状态很好的时候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他的官子还是很强的 也算是 文瑶赢的也是比较幸运 这排棋是比较幸运 总的来说 还是很精彩的 一直是 这个 平文瑶 他一直掌控局面能力 是非常的强 对最主要是 别人给机会的时候 自己能抓住 是的 是的 好那今天这番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好感谢二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那么明轮道呢 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骑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其友 咱们4月6号下午4点 不见不散 咱们4月6号下午4点